杭州衙運體操項目 男子代表隊深受國人期待 希望能夠突破上屆成績 緊進前三 亞運會的部分上面 保住我們的單項阿瑪的連霸 還有一個最大的目標就是 我們團體可以上頒獎台 這個是我們現在最大目標 積極在準備所有的賽事 世大運 亞運會 還有接下來很重要的奧運資格 把狀態調整好 來迎接各個大賽的到來 單項的部分就盡力去發揮 就是盡全力去蘋果 就是發揮最大的努力 讓台灣隊友好的成績 所以穩定度是一定要提高的 個人單項穩定發揮 團體全能把握機會 杭州亞運男子體操代表隊 相信中華奪冠摘金 杭州亞運鎖定未來 相信中華奪冠摘金